来之后 贾奇尔 两球打尽 没点几秒 关键时刻 彰显英球本色 还是防重点人啊 哇 拒绝了 拒绝了 这个球 打了那场球之后被他们打哭了 那你下次还会被打哭吗 这档不会被打哭了 因为毕竟只是高中的最后一场联赛 只是因为可惜才会去哭的吧 以后肯定不会再出现这种情况 以后会怎么样呢 以后就坚强地面对现实吧 那我们也是一场非常年轻的比赛啊 我们来看一看双方球员这一场的表现 现场交给MCE 青年的碰撞 谁呢 草莎 草莎真的厉害 他是耐钩的 草莎MVP 我个人是非常看好 对象高中生 因为毕竟他们年轻其实 他们都比我们大几岁 个人能力都非常非常强 特别是阿卜杜拉 他是什么西北得分王吧 阿卜杜拉在CUBA赛场上 连续四场都是40加的表现 他确实是非常快的一个球员 我这打高中生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他们再说也是CUBA的呀 来了各位掌声尖叫声给到两支球队 来吧 比赛开始 身穿紫色球衣的就是CUBA移住队 蓝色球衣的就是最强高中生队 蓝队 丁超直接拔 非常致敬 这充分展示了最强高中生队的实力 这以后打CUBA是个大将一人 高中生队2比0领先 好 来吧 好 来吧 另外一边张晓琳来自中国石油大学 哪啊 这中国石油大学 想回引一记 远距离的投篮 但是这下没有找到准心 不急不急 滚一点 你给他的表演户 好 比赛继续 走 走 曾子杰 这边给到李亦南 手提手找到丁超 我来写 我来写 这边掩护并没有给到 单打阿卜杜拉 丁超 这一次利用个人能力的强突 递手上来没中 小满球下来之后 阿卜杜拉观察 队友的掩护 这边走左侧 阿卜杜拉对抗之后 打中 阿卜杜拉身高180 体重69公斤 来自西北民族大学 已经毕业了 可以啊 阿卜杜拉 打开 目前场上2比2平 9公斤 李亦南在外线的尝试 跟进篮板 非常聪明 放进篮坡 几个球 几个球 这高中生哪里打得不错 高中生队领先2分 4比2 阿卜杜拉 漂亮的提前变相 在右侧再打进一个 过人的突破能力极强 他也曾经在连续4天的单场比赛当中 得分超过40分 他蛮厉害的 阿卜自己都40分了 181的球的速度怎么这么好啊 他体重才69 嗯 郑子杰 这边掩护给到 几队迅速发起进攻 6比4 彩虚 别急 要打打球 打打球款 6比4 蓝队领先2分 还那么大 还那么大 郑子杰这下 经济的传球有点 传的不是很好 蓝队出 指队球 传球往外面传 往这传 往外面传 往外面传 你给我引 我知道你先给球给他 过来过来 阿卜杜拉不断地在 提醒自己的队友 李一南迅速找到机会 断掉了这个球 指队犯规 罚球两次 不能怎么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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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反口 别急 别急啊 我感觉这次后卫好多 啊 内线人就 内线人很少 顶超 顶超 显年19岁 身高122 体重30公斤 努力型球员 两次 好球 7比4 7比4 8比4 8比4 子队落后4分 你给他打 你给他打 阿卜杜拉 个人速度奇快 像一道闪电一样 好球 再结束 行了 阿卜杜拉挺傻的 8比6 机会来了 没事他打不了 C1比1球队 又是阿卜杜拉 这一下 比弹跳虽然输了 曾子杰有一盖帽 在跟进的队友 把球给放中 哇 太快了 比8平 比分再次追平 两边都摇得很紧 8比8平 丁超直接投 丁超三分命中 丁超的外号叫丁超巨 打球的这个信心 真的很像一个超级巨星 超级巨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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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强高中身队领先 11比8 阿卜杜拉在湖顶的三分尝试 这下都短了自己 跟进篮板 挑战折叠上篮 但是没有打进 对 篮板也是没有拿到 但是另外一次 戴仁宇 体肩的变相 看看集体 后仰的两分球 可以啊 右篮板张晓琳 早晨犯规 来的犯规 发现两次 看人 场上所有的球员 非常年轻 在他们眼神当中 对于现场 就感觉只有对手一样 没有任何人 非常专注 一发命中 11比9 好 点人 第二发 可惜了 篮板还在抢 阿卜杜拉手更快一些 毕业于西北民族大学 看看阿卜杜拉 拦下 无惧对抗 好能够啊 来 好这边走 好这边走 小个子有大能量 还在带领着球队 离难 强突 好的 这下展示个人身体 和个人能力 子队选速发起晚击 来来来 我跟他 还是蓝队的领先 13比11 阿卜杜拉掉进来 好声位 这下漂亮 来自张教霖 和阿卜杜拉的连线 展示了自己全球的感觉 再次打平 比分非常焦主 诶 看看子杰 看看子杰跳步进来之后 好球 也是个人技术展示 孙子杰 各种个人技术展示 好球